别开始使用ChatGPT,除非你看完了这一片 那我们之前与大家分享讨论过 ChatGPT有很多额外的AI工具 但最近我发现留言中还是有一些问题和误解 我希望帮大家请答一下 欢迎来到库可实验室 今天就会与你分享一些常见的坑之外 还有如何更有效率的去使用这个工具来赚取收益 而且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走! 如果你看过之前利用ChatGPT来创造文本 来进行各种的自媒体创业 确实是可行的 但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把文本直接拿来用 你想一下如果大家都只询问一样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法都差不多的时候 那同一个大脑所提供的答案也会大同效益 那也是因为AI产生的文案开始越来越多 也让各种审查机制越来越多 就连很多绞交文章的网站也开始有了审查机制 来确认这是否为AI生成的文案 所以我们的文案要使用之前 我会强力建议使用别的网站来进行重新组合词句 像我们之前影片中也有提到过的quillbot 就是我平常使用的换句话说的这种网站 那基本上呢就会让我们用了字会重组之外 也变得比较容易过审查机制 那我们刚刚讲到不要把文本直接拿来用 目前AI生成有几个比较多的问题就是 对于较专业的领域或者是术语非常多的文案 是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的 那所以通常如果你是规定它生成的文章字数越长 那文章的品质也会跟着奏减 那中间会充斥着蛮多的废话 也就是所谓的灌水 所以我们生成文章要尽量小段小段的去生成 也要尽量避免那些非常专业或者是特定的主题 那我们后面也会去特别与大家说一下 该怎么利用AI更好的去生成文章 那很多人如果在写文章通常都会先想到 要买一些关键字来去优化SEO SEO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的缩写 那通常是用来像是部落格或者网站 排上Google第一页所需要的 那第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 假设今天你要去制作网站 你会需要去想一下你有哪一些关键字需要去排名 又或者是该选哪一个难度较低的关键字去提升排名 那像是我们排名只要在Google搜索加密货币 就会找到我的话 那么我就要去做非常非常大量的文章来去围绕这个主题 但问题来了 ChatGPT是没办法去爬网站的 又或者说他当时的资料库只有更新到2021 那所以说他的思考逻辑是无法跟上SEO的 那第一 SEO是通常建立在反向连结的累积 那这就要去讲到有谁转贴过你的文章或进行分享 那如果你觉得这片不错的话 也记得帮我分享一下给身边的好朋友 这样子才能让我被演算法大神给兼顾 第二个就是关键字排名的难易度 那像是如果你要提升台湾 这个关键字肯定会非常困难 因为不够清楚的表达 那如果你要提升台湾美食 这个关键字就会相对简单的那一点点 那对于新的网站来说这还不够 你可能要需要缩小范围到相对不竞争的长单字 像是台湾台北平价美食 这样子才会更有机会去曝光 第三是文案内的关键字分布密度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提升台北平价美食 这个关键字 你就必须要把这篇的关键字 均匀的分布在你的文章中 第四就是文章的内容本身通不通顺 会不会持续吸引人去读这个文章 那内容是不是有深度 而ChatGPT目前没办法爬网站 因为它就是建立于一个没有更新的资料库 那这就会让侦测反向连结的这个部分 还有关键字难易度排名大大的失准 那如果我们再用这个失准的东西去做事情的话 通常会导致四倍公半的效果 那前面讲了那么多不建议的使用方法 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就能够获得比较有水准的答案 那么ChatGPT对于SEO是完全没有用途了吗 还是有的 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利用ChatGPT来产生你 要制作内容的这个标题 当然你也可以叫他用你觉得会爆红人物的口吻来叙述标题 像是你可以请他利用YouTube订阅第三的这个Mr.Beast的风格 来叙述出他文章的标题 或者是产生出更好的副标题 而ChatGPT就会模仿你要的书本 或者是人物的方式来进行标题写作 那我举例子 就像是如果你要用富爸爸穷爸爸作者的口吻写下 接下来的文章标题 年轻人该不该存钱 或者是使用Mr.Beast的口吻 来去订下5个YouTube影片的标题 这些主题主要是在讲比特币有没有价值 那这样的询问方式就会更为的精准 所获得的答案品质也会相对的提高很多 那么如果要写长文章 但刚刚又说长文章内容很容易有灌水的问题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换一个方法去询问 我们可以利用刚刚所得到的这个标题 再次放入问题去询问 像是产生出一千字关于你要写的标题的内容大纲 最主要的是它能够帮你想好一系列的起承转合 并且把每一个主题的思路规划出来 那最主要的并不是要完完全全的把创作交给机器人 但如果你也是创作者 又或者是你刚好打算成为创作者 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来去提升你创作的效率以及思路 你可以参考一下AI智能所生产出来的文案 再加上自己的创意去制作一些比较长的内容 就像你画一幅画作 如果请人家帮你打好稿之后 你再去完成后续的画作会来得更简单 那就像之前刚刚讲到的长文案确实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差 但短文案就没有这个诟病 可以多多利用这一点去写文章的时候 或者是输出内容的时候进行优化你的副标题 Meta Description 你可以让AI把你写出来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总和 这样子你就可以在打副标题的时候 也能够确保大家能够看到这一小段的副标题 就能够理解你文章主要在讲什么 当然一样的可以利用我之前的方式 像是说用谁的语气来写出这个吸金的副标题 AI做的速度绝对比人还要快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快速阅读的能力 像是用括号把你要检查的文案给丢进去 那如果是英文的话可以请他帮忙修改文法上的错误 或者是利用谁的口吻重新写过 又或者是说利用哪一本书的口吻重新写这一段已经有的文案 这样会快速的帮你浏览你一些错误的文法之外呢 还有冗词、赘字、Chat、GPT也能够把一些复杂难理解的文字 转换成相对大众简单就能够阅读的文字 举例来说你可以利用这个括号把你的文章丢进去 然后用更简单的方式解释给5岁的小朋友都能懂的比喻 那像是这样AI就会开始帮你重打你的文案 并且帮你简化把你的文字简约到这个阅读门槛都降低 那有一些人说AI是个假议题 但说真的这都会是看我们去怎么使用这个工具 就像网路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也有人说 诶这是浪费电破坏环境 而且也没有用的一个科技一样 别害怕科技现在就只会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当鸵鸟躲起来不想要面对 那另外一种则是利用这种新的工具 抓准时机开始赢更快速的速度超越别人 所以最重要的其实是要如何去设计问题 让你的问题更精确 而不是只有像单一的这种搜索Google一样方式去询问 要怎么利用这个工具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有时候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 多多发挥自己的创意才能让自己的竞争力提高 做别人没有做的事情 或者是比较少人去做的事情 再加上自己的创意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主题 当然还要结合一些商业模型才能够把 好不容易创造出来的文章或者是流量变现 那我相信来到库克实验室的人 多多少少都有这个实验精神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找出一些有趣好玩的方式来创造收入 如果你觉得有从这支影片中获得一些启发的话 也请别吝啬帮我们点一个赞 这会是给我们一点点的小鼓励 还有也帮我们把这个影片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 那还没有订阅的人也赶快动动手指订阅起来 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 那影片最后也有个播放列表可以多多利用 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